大家好 今天我們一起做雙式黑麥麵包 所有材料是以下運得到 首先加入糕筋粉 黑麥粉 鹽 糖 海麗迴香 油 酵母 水 用攪拌機把所有材料混合大約8分鐘 你也可以用手搓 不過時間可能會長一點 把麵團拿出來 一分為二 把其中一半放入攪拌機 留待用 另外一半放在已經抹油的碗中 發酵一小時 現在去回剛才的一半麵團 放入可可粉 糖麥 然後再用攪拌機攪拌機攪拌三分鐘 現在拿出來放在抹油的碗中發酵一小時 一個小時 過了一個小時 現在拿起第一個麵團 把它擀成長方形 現在拿起第二個麵團 同樣把它擀成長方形 把咖啡色的麵團放在另一個麵團上面 輕輕把它拌勻然後捲成長條 如果覺得黏手可以灑上少少麵粉然後封口 放入已經抹油的麵包盒裡面再發酵1小時 現在就可以放入焗爐焗大約45分鐘 放入焗爐中便可以切割看多美麵 再放入鱼匙